M1格蘭特 這邊是軍事風格高中簡 今天來介紹M1格蘭特步槍 M1格蘭特步槍在美軍有四款大量裝備的型號 一種是M1格蘭特標準型 第二種是M1坦克 M1格蘭特坦克版就是裝甲兵戰用比較短一點 然後M1格蘭CD型是狙擊版 我們工作室只有M1格蘭特標準型 沒有M1坦克型跟CD型 廢話不多說我們先來看M1格蘭特的細節吧 我們先來看槍托布 槍托布也是跟1903一樣有無視跟負品件的存放式 槍背帶有分皮製槍背帶跟反部槍背帶 我們先介紹皮製槍背帶 這是皮製槍背帶 它有什麼優點呢 第一個它的優點 比較不會吵 很安靜 第二個它的缺點 缺點就是比較複雜 皮容易壞 皮革要保養 我們來看一下反部槍背帶 這是反部槍背帶 第一個它比較吵 因為它是用鐵環 背後背帶環 所以你如果把槍背帶放長 你在提槍快保的時候 它一定會有金屬跟金屬撞擊的聲音 它的優點是什麼 第一個白色的會裝 因為它太簡單了 我們介紹一下前面這個槍背帶環 這個主要用的是月兵用 讓槍背帶可以拉直拉成 我們等一下來示範一下如何把槍背帶拉直拉成 現在為大家演示 把槍背帶 穿到第一個槍背帶環 月兵用的槍背帶環 這邊有個槍背帶的卡榫 這個打開 把槍背帶抽出來 抽到最上面 套進去 把這個往上移 扣住 好 這樣槍背帶 又直又撐又漂亮 左邊 左手邊 是 條 遠近 好 往前條 是 越近 像這樣是很近 然後往後條 往 達得遠 往後條 往達得遠 這邊 保險位置 現在是 開保險 往前撥 關保險 就可以 擊發 這把槍的槍機 在這裡 槍機拉柄往下拉 就是上場 那這把槍呢 彈容量為八發 是以 肉夾式的方式 裝填 飛彈夾 這把槍呢 是半自動 的槍 所以呢 今天你家上台一次 可以打八發子彈 它只有單發跟保險 保險 保險在這裡 現在我們上檔 槍機拉柄拉到最後面 塞了我們彈球 好 上檔 然後呢 它今天打到最後一發的時候 槍機會 厚定 打到最後一發呢 它會跳出來 好我們接下來要準星座 準星座呢 M1格蘭特標準型 坦克型 CD型 巨機型 都是有準星座的 所以準星座都沒有變 這個就不特別介紹了 來我們現在借到刺刀做 那M1 部槍的刺刀有分三款 有1905 M1格蘭特標準4 還有一種是M5A1 好我現在來上刺刀 現在來上1905刺刀 好 這是1905刺刀 這種刺刀呢 其實 用在M1格蘭特 其實比較少 不常見 常見的呢 是它另外一款 這款 大家看過那個 肉明大孔匠 有一集溫特斯 就是上這個四道 衝向那個 德軍的陣地 M1格蘭特步槍 搭配的是 7.62x63的子彈 那 它還有一個專屬弓彈的 就是它的彈橋 要可以載8發的子彈 好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 M1步槍的彈帶 它的步槍彈帶呢 跟上級 1903的彈帶 是可以通用的 那 這是美軍的 那 這個時期呢 出現另外一款 拋棄式彈帶 那拋棄式彈帶呢 在中國軍隊 它沒有改成杜兜式的彈帶 就很類似 五六重的樣子 相信各位 剛才都看完 M1格蘭特步槍的細節 那國軍什麼時候 開始裝備M1格蘭特步槍呢 國軍在1957年 才開始大量裝備 M1格蘭特步槍 那 所以1957年 像我上級所述 抗戰 跟 內戰 跟千台出行 是 沒有使用M1格蘭特步槍的 那 共軍有沒有裝備M1格蘭特步槍呢 是有 可是非常少 是在韓戰的時候 那國軍什麼時候出役呢 國軍是在 1970年代 才出役M1格蘭特步槍 轉為後備役使用 就是後備部隊 所以 後備部隊叫照的時候 大多是拿 M1格蘭特步槍 或者是彩尼步槍 那 M1格蘭特步槍呢 是被M14步槍所取代 也就是武器式步槍 那之後我們再介紹 今天節目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請訂閱我們軍事風格高中間 支持大家